长厨 大白菜50克 水发红薯粉丝50克 做法 洗净去皮的白萝卜切成片 洗好的大白菜切成大片 洗好的黄地菜对切成长段 洗好的油麦菜切成长段 备好的豆腐切成片 处理干净的冬笋切成片 处理好的连鱼头打上花刀 锅底的做法 锅中注入适量的食用油 烧至7成热 倒入连鱼头 煎半分钟 煎出焦香味 这都知道 鱼头一定要煎透再煮汤 才能熬出奶白色的汤汁 倒入姜片 续煎半分钟 至鱼头焦黄 倒入料酒 高汤 盖上锅盖 转小火炖煮25分钟 掀开锅盖 放入盐 白糖 加入豆腐片 冬笋 香菇片 再放入蒜苗段 淋入生抽 加入猪油 胡椒粉 拌匀 将煮好的锅底 倒入电火锅 继续高温加热 擅煮过程 待锅底煮沸 放入白萝卜片 搅拌片刻 盖上锅盖 高温加热5分钟 煮至变软 掀开锅盖 放入大白菜片 泡发好的红薯粉丝 煮至变软 倒入黄地菜 油麦菜 略微搅拌匀 煮至食材全部熟透 边煮边享用即可 营养分析 油麦菜含有蛋白质 胡萝卜素等成分 具有降低胆固醇 清燥润肺等功效 看视频 学做菜 欢迎订阅 掌厨 感谢你的点赞 评论 留言 与分享 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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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